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是春节廉价的第一天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金兔年 好运连连 数钱数到兔 新的一年 政坛即将要迎来新气象 在昨天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 要率内阁总辞 现在传出最快下个礼拜四 也就是大年初五 很有可能就会宣布新的隔魁 到底会是谁来接棒呢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 春节廉价 有意要供总统大位的人 都是排满行程的 像是侯友宜就被点名了 说要选总统被酸总统 就要赶快表态 不然可能民调会继续往下跌 那同党的王洪威 在今天也提醒侯友宜 说要选的话 真的要准备 不能老是用好好做事 呵呵做事这一句 来回答问题 各种的关卡摆在眼前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我们赶快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汪洁明 这是他新春如意 财源广进 万事如意 继续我们邀请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孟姬好 好奇 突然 大家身体健康 继续我们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 崔明玉 孟姬好 祝各位观众 Happy New Year to you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继续我们欢迎到的是 国民党新北新议员 同时也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陈伟杰 孟姬好 各位观众 新年如意 新年快乐 好 金兔年 谢谢大家 要继续支持我们台湾上前行 好 继续就来看到的是 过年前戏 行政院长苏贞昌 宣布要率全体阁员总辞 邀请总统指派新任的阁魁 今天呢 蔡英文总统是到北车 来视察春节书运 有没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 总统阁魁有征询成见人了吗 会出现变数吗 总统是会公布吗 听到记者问他 内阁改组的事情 总统蔡英文虽然有把头转过来 但没有多说什么 春节连假第一天 他来到台北车站 视察书运状况 交通部长王国才 全身配同 搭配国道公布警察局的弟兄 我们一起来做好 蔡英文简报听得专注 时不迟点头表示认同 也会跟一旁的王国才交谈 但不知道有没有谈到人事 因为外传王国才可能留任 这部分就随缘 但是政务官 一天是部长 就是要把所有该做的事情 就把它做好 春节的书印 当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欢迎总统立临 这一战有王国才赔 蔡英文下一站 换成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陪同 跟着视察一分局 在苏珍昌总辞之前 总统忙着征询新人选 传出要说服 前副总统陈建仁接棒 而前交通部长林家龙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还在副格魁跟总统府秘书长之间做抉择 也传出这部人事异动会包含国安布局 而虽然苏珍昌没有公开行程 女的苏草会却贴出 苏珍昌昨天到立法院置卸的照片 说早上7点25分 照片中这位先生又出门上班 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 曾经担任副格魁的陈其迈 也大赞这位前长官 不管是重大的建设或者是经济的发展 都要非常感谢苏院长能够照顾高雄 最挺高雄的行政院长 都有交出一张 大家觉得漂亮的成绩单 能够有新局 然后在内阁在稳定中前进 我想这个是由总统来做最后的决定 内阁过年期间改组 就看蔡英文能端出什么新菜 给国人新气象 内阁改组什么时候先底牌 大家都非常关注 昨天苏院长已经证实了 要率这个全体的内阁来总辞 其实苏珍昌院长是我们台湾 民选时代以来任期最久的行政院长 一根细腻啊 那昨天院长在他的脸书上 也po了一段话 他说有这四年可以为我们台湾 为我们国家来做事 为人民服务 是他毕生最大最大的荣幸 也是时代的讳赐 那他说此刻为了要开创新局 所以他再向总统 请辞了行政院长 希望总统呢 能够尽速指派新的隔回 祝福新的行政团队 能够做得更好 即便在昨天都已经宣布要总辞了 波明玉姐 我们来看到的是 像是今天这个桥会委员就说啦 一早就看到他爸爸 早上7点25分 准时马上出门上班 果然是坚守岗位 直到最后一刻 真的这个匆匆匆院长 真的不是叫假啦 真的非常拼啦 梦玉姐 梦玉姐今天是小年夜 但是对我们政治记者来讲 今年这个农历春节 会过得非常的紧张啦 因为这当然因应的内阁改组 我先讲 就是说昨天这个苏院长 他在立法院审完总预算之后呢 就是来立法院 跟大家说谢谢 那同时他在脸书上 也发表了说 他要辞职的这个声明嘛 那同时他也去进了总统府 但是总统府发的这个声明当中 蛮调诡的是说 他没有准辞这两个字 对那个总统在通篇的脸书 或是总统府的回应当中 都一直感谢苏院长的贡献 但是你看他通篇整个新闻稿 完全没有提到准辞两个字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那事实上 昨天总统也不得闲 他在跟苏院长见面完之后呢 两个人会谈一个小时之后 他有找了这个党团的三长 跟民进党各派系的 这个头啦 这个立委 没有很多 然后就进了官邸 然后再会谈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边 跑新闻跑到半夜 我是说对政治纪律来讲 这个年确实是蛮难过的 那就我得到的消息 大概他们会谈的重点 大概几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说 总统跟这些立委表达 说一定要给苏院长公道 就是说 对于很多在野党 或是有些人士批评 就说什么苏院长 都赖着不走 什么恋战职位 他认为对苏院长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 因为苏院长 就像他脸书所说的 他确实跟总统 表达多次的词意 那总统是希望喂留他 至少等到总预算结束 那所以这段期间 就是希望可以 让这些立委 可以让 给苏院长一个公道 就是至少肯定 苏院长的一些政绩 然后对苏院长 非常的给予肯定 这是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 就是说 对于新 确实 就我的了解 就是说 确实苏院长是 慈意圣奸 所以等于说 虽然总统没有讲准词 这两个字 但是他从今天开始 要开始征询新的隔魁了 那征询新的隔魁 目前台面上放话太多 但是确实 从昨天的会谈内容当中 大概还是以成见人 为最优先的方向 是呼声最高的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关键的消息 就是说外界有开始放 放很多人 什么顾立雄 苏家全什么都出来 但是事实上 总统有强调说 因为在之前 苏贞昌都还没有准词之前 就是说人家都没有 总统还没有拍板定案 苏院长没有要走 所以他确实是 都没有去找任何人 所以陈建仁也没有骗人 陈建仁说 总统根本就没有征询他 真的没跟他问过 没有问过 这是确实 总统昨天 在跟立文会谈的时候 也表达了这一点 所以总统的征询 是从今天正式开始 因为苏贞昌跟总统 正式表达了词意 所以两个人谈完之后 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审完了 所以他可以开始启动 征询新的隔魁 因为在苏贞昌 他也没有辞职 没有正式提出辞诚之前 虽然口头表达辞诚 但是你没有正式提出 辞诚之前 你怎么可能 这个私底下 到处去征询新的人选 这样对苏院长来讲 是非常不礼貌 不尊重的行为 所以总统昨天也澄清说 他是从今天开始 真的开始正式征询 一些人选 目前为止 就按照媒体的方向 确实我昨天得到的消息 也是以陈建仁为主 至于什么报上 有人讲说 陈建仁有一个月的 什么出国计划 这都不是真的 这大概都是假消息 那还是倾向于陈建仁为主 那第三个 就是说今天 比较新的是说 到底郑文燦 或跟林佳龙 是怎么样的安排 其实就我的了解 就是说 今天媒体写的方向都对 就是目前为止 大概是请向郑文燦 去接江峰府秘书长 然后林佳龙 大概是以副格魁为主 为什么 确实当时是有人提到 说因为最近国民党 开始大动作 尤其张善政为主 这些大动作 要去查郑文燦 任内 不管反正就是什么 集大宝 挖密宝 币案什么什么的 他还有包括 最主要还是赖清德 去定调学伦文的问题 他们认为说 如果国民党 你赴白幕的话 什么巴德体育款 赴白幕 未来如果说郑文燦 要去当副格魁的话 你除了要推胆政务之外 你对于这些外面的攻击 其实你会手忙脚乱 对于一个新任的副格魁来讲 其实对郑文燦来讲 可能会 你可能还没有大师手脚 你就要被在野党 骂到一个臭头 所以他们认为说 以郑文燦 现在国民党 如果磨刀霍霍 这个态势的话 他们认为 还是摆在总统府 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目前为止 就是说媒体的 今天尤其是自由时报 周景文总编起又出手 这个方向都是 跟我们昨天听的方向 是差不多的 所以目前 就是说今天开始 总统要开始正式 征询这个格魁的人选 那很快就会 马上就会公布了 总统府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昨天其实蔡总统 也在苏院长脸书上 宣布说要总辞之后 蔡总统也发出了 一篇声明稿 她说其实苏院长 挑的担子有多重 这个总统是最了解的 那么总统府 也会将在农历年间 启动整个 内阁调整的作业 在过年之后 希望让新的内阁团队 在最短的时间 迅速就定位 当然内阁改组这件事情 我知道国民党 有很多的声音 韦捷议员 像是刚才 明宇姐有讲到 昨天总统府 通篇的声明稿里面 确实是没有准词 这两个字 顶多只是讲到 内阁调整作业 这个部分 国民党怎么样来解读呢 当然我想这一次的内阁 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或改组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我想在2022民进党的这个败选 当然可能他们内部的一个检讨 而且加上我觉得刚刚提到 这个我们苏院长也是 最近民选以来担任最久的 这个行政院长 我觉得在多重的一个原因之下 就像刚刚大家也提到 他也多次向蔡总统请示说 他觉得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更好 或是更新的世代人来承接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因素之下 其实我觉得在国民党的时候 我们早就认为说 当时我们在推四大公投 我们内部的评估是四大公投会过 当时苏正昌院长就应该要下台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四大公投都没过 所以他又继续的延任下去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现在这个环节是因为 整个地方大选 民进党败选之后 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检讨 那当然可能大家是觉得 内阁可能也看太久了 四年多了 那而且他们也在 在找出自己败选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我觉得苏院长这时候 他愿意勇于承担负起政治责任 要下台 我觉得也是要佩服他的一个风骨 那我只是说在这个部分 我还是要提醒执政党 第一个因为他内阁已经总持 那现在是春节期间 那我所谓内阁总持之后 就进入所谓的看守阶段 那很多的一个重大政策 但我像可能目前没有什么重大政策 因为春节又放假那么久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也像刚刚明玉姐讲的 我觉得他昨天又发这个 虽然又发这样的一个脸书的文 我觉得他真的是迟疑瞬间 他认为说应该给更新的时代人 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新的团队一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 总统开始在征询 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个资料画面 当然我觉得总统去视察春节的这个交通 也是正常的 但是其实内政主要是给行政院长才管的 总统只要是国防外交跟两岸 但我觉得他是因为已经进入看守阶段 也还没有 自己内部还没沟通好 所以他就先来视察这个交通 那个春节的交通 那个疏运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觉得可能民进党各派系 现在刚选举党主席完 各派系也还在卡位跟角力当中 包含2024又是总统大选年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是势必要的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当然是为他永续执政 继续执政来做准备 那国民党当然是为充满执政在做准备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2023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到底是要让苏院长继续留任 撑到整个选举完 还是说在这个时候换了一批人 一个新的气象 让选民有新的期待 我想这一次选举大家很知道 很多年轻人对于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很多事件 民进党处理不是那么满意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或许也藉由一个内阁团队的一个更新 或者是调整让民众可以患难一心 那又重回对民进党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应该主要是这样子 看这个苏院长的脸书po文 看起来苏院长已经心意已绝了 就是要走啊 可是苏院长其实讲到他的个性 请杰明哥来帮我们补充 因为苏院长的性格是比较鲜明强烈 所以不管大家喜不喜欢 可是过去这四年 确实苏院长带领我们台湾 渡过了很多难关 这是熟悉的 而且很多数据很多政绩都是摆在眼前的 我想大家有印象在2022年还有2021年 就是台湾有史来 就是我们的超赚了 将近有9000亿新台币 那背后原因是因为整个内需市场 还有包括我们说即便疫情 内需市场还是稳定 那我们的外销出口其实状况非常好 那整个在工业发展里面 投资金额是不断增加 其实我们在2021年跟2022年 都创下了将近4兆元的这个投资 这个是比在马英九时代 每一年平均数字大概多到两三倍以上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们在面对到国际间许多竞争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讯息对台湾其实不利 包括什么外资要撤离台湾之类的事情 可是你看到在2022年到2021年 外资撤离的大概是差不多两兆新台币 可是我们在2021年的上半年 还是创造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表示国际间还是认同台湾的经济 那这里面很大的效率是来自于 苏贞昌的这个 我们说他说说到即到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 是所谓的非洲猪瘟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坦白讲 因为我们台湾早期是猪肉大国 后来因为我们有这个猪口提议的问题 那好不容易要拔针的时候 如果台湾真的像真的非洲猪瘟 沦陷下来的话 对台湾的猪业是产生极大的一个风险 那时候我还记得印象深刻 他直接冲到这个我们说的海关 直接去查所谓的非洲的猪肉 有没有进来 那是他刚上任的时候 我觉得那件事让人家印象深刻 如果这事情是发生在马英九执政的话 我不知道这些行政院长会不会冲过去 还是当这事情不存在 因为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所谓中国所产生的非洲猪瘟的问题 那次事件之后不是结束 而是后面更严厉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 台湾就是顺利把针了 我们可能在明年就成为吃黑猪肉的 一个大的出口商 其实各国都来看台湾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猪肉的一个市场 那会不会到以前的荣井 当然观察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还有观察到另外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了 现在最新消息 日本已经成为我们农产品 最大的一个出口国 美国也在我们的一般农产品 应该说在一般的水果农产品的时候 日本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出口国 美国在其他的产品 可能是第二大出口国 所以换言之在过去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受到中国不断打击台湾农产品的时候 在苏贞昌跟这个陈吉仲领导之下 其实我们农产品正在找出新的通路 那新的调整 就不用再接受中国的威胁 我要请问一件事情 这件事你觉得很容易吗 其实这个大方向在改的时候 不是说我今天东西卖到日本就卖到日本 我今天卖到美国就卖到美国 不会说今天中国不准买我们商品的时候 我们立刻可以转弯 没有这回事 你前面一定要铺存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知道苏贞昌跟陈吉仲领导在一上任的时候 就对农产品部分来做处理 那今天也知道在这个两天前 有个重要消息 就是我们农民 这个农民保险有大幅的增加 包括你的结婚啊 生小孩都有 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补助伤障费 都大幅的增加 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保护农民的方式是不遗余的 那我们再看前阵子 这个不是在花东地区有大量的一个摊发 但是本来预估是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够完成疏通 说这过年会来不及 还有说那个地方工程很困难 可能只能小车进行 对不起 这个前两天已经通了 而且是我们说大卡车也可以通过了 我问你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在马英九时代 有任何行政院长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吗 我看也很难 就是你直接那边叮咛 就是直接定装那地方 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要多少的怪手就是到位 我觉得这种态势是很强的 当然我必须说一句话 我觉得柯文成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到现在我还铭记在心 虽然我对于柯文成并不是很认同他 可是要说一句话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常常会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到底是狗去咬尾巴 还是尾巴咬狗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他就说嘛 其实媒体常扮演的是尾巴咬狗的动作 为什么苏贞昌有这么大的压力 还不就是某些特定的媒体 每天照三昌就指着苏贞昌 看他们讲了半天 也讲不出苏贞昌到你哪里做错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而且这次的败选 明明就是我们知道 可能没有经过适当初选 还有一些论文文的问题 还有包括可能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 可能跟地方关系也没那么好 还有他是七八月才这个 才点这个我们说提名 你对决的是 已经在那边执政很久的人 这件事跟行政院有什么关系 所以蔡英文当然感受到说 其实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从他执政2016年 经济每一年2% 2% 6% 好 即便去年第四季下来 我们还是维持2.5%以上的金融涨 很如说今年的金融涨就2.5% 我跟大家讲不会 今年你看 只讲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做法 很明确的说明 你知道去年我们台湾的刷卡金额 是高达3.4兆元 突破过去四年新高 今年的刷卡金额可能到3.8兆元 这表示台湾的内需市场正在普通发展 我们甚至看到有些餐饮院 给5.4万的薪水 月薪给我们说的餐饮人员 这样的情况之下 逼迫苏贞昌下台 主要原因因为苏贞昌强硬的说法 让国民党受不了 所以国民党当然要联合所有的媒体 轰他 然后还有一些民进党不孝的议员 也跟着跟进 这个事情很可惜 但我相信 现在蔡英文正在伤老金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阁员 可能是需要换 但是如果随身要换掉的话 我希望阁员这边有看到 比较新的态势 苏贞的政绩 连小英总统昨天都发文 感谢 除了总统之外 我们看到副总统赖清德 也写了一篇文章 他这个主题是 摸到这个滴人 才知道头当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滴人 滴就是那个筷子的意思 就是装筷子的筒子 摸到滴人 才知道 才知道头众 这句话就是说 你真的主持了家务 才知道这个当家 有多么的不容易 那赖清德也说 苏院长曾经有过许多的角色 但是不变的是 他永远都是 不断超越自我的苏贞昌 过去这四年 苏院长为台湾承担了许多 是一路守护台湾的政治家 赖清德也表示了感谢 那么现在因为苏贞昌院长 他辞意非常的坚决 那今天新闻 其实刚才茗玉姐有提到 已经有媒体人爆料说 有可能最快最快 大年初五 熬礼拜日 开工日 有可能就会宣布新的隔魁 这个新的隔魁到底会是谁 谁要来接棒苏贞昌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宰格 讲到这个内阁改组的事情 先请宰格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风声 很多的传言 像是呼声最高 就是刚才大家在讨论的 前副总统陈建仁 会不会出马来接隔魁这个位子 昨天陈建仁被媒体追问的时候 他是说 没啦 总统根本就没来问 不过当然他昨天回答的时候 当时苏院长还没有宣布 要内阁总辞嘛 那后来院长说要辞职之后 有没有再接到 陈建仁有没有再接到 总统的电话 这咱就不知道 那不过另外傅格魁的位置 现在也被点名两位啦 一位是林家龙 一位是郑文燦 到底谁来接傅格魁 或是谁摆去 总统府秘书长这个位置呢 我现在很多的排列组合 宅格这边怎么样来看呢 宋奇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证明这个 刷英文总统 和这个苏贞昌 他们在里面没有矛盾 这是第一点 现在他像哪一样 哪一样这些名嘴 都在说什么 那个刷英文摆卡 索秦昌阿爸 辖 他这样 这个世界总统来看 就是说这个不存在 是怎么要换内阁 内阁会叮动不 他刚才我们三位朋友 都以这个刷英文总统 的切文革盾 就去看 是没尊 索秦昌 是 这两年啦 但是外国一定会叮动 所以大家才去要 但是我是说 我们台湾民主国家 给北市要 给政客要 给这个媒体要 国家就不好啦 所以其实 红康彩文总统这两天 比较明确的 不要放油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外国要换 行政议党以现在的制度 行政议党是这行 就是总统的这行党 是这行我们整个国家的方向 所以国家的方向 不是仅仅总统 不是仅仅仅仅仅 还有政党 我们内部的政敌 现在 以民进党 现在是民进党中央这些 所以每一个人 不用索秦昌的意见 刷英文的意见 董主席的意见 都是现在 我们整个台湾 在那里空的年 新的遭效 好奇土来啦 土要跳到哪里 土要跳到哪里 赛英文 你觉得赛英文会不会宣布一个新的内阁名单呢 一定会的啦 赛英文一定要的 我现在是说 因为你选拨一个内阁 我现在说内阁嘛 在那里有陈建人 又有什么 都没关系 我是觉得都没关系 包括 也有人说到 这个 日本大塞 谢长廷 谢长廷院长 你看议長 这个油石坤 因为他们两个会分量 和索秦昌比较是同的 因为索秦昌 1947年今年75岁了 还有人说他要选总统 在那里一些阴谋论 我觉得都没必了 但是我们回国就回来了 驾到实质的政治啦 我们现在民进党当主席 刚198年 他说两个方向 大方向 第一个是为台湾团结混乱 第二个是为国家提出环境 这两点其实就是总统在扣 拥有行政议党 这个是行政议党 到底有法度 为台湾团结混乱吗 还是这个议党 有法度 为国家提出环境吗 这更是嘛 所以 我们为台湾团结混乱 不用 没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 唯一的敌人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在台湾瑞宝的代理人 第一点要团结台湾 团结我们所有台湾人 国家的环境是国家的变化 国家 现在美国已经条件正确 但是我们国家还配合中国共产党 用一个说怀疑美国 要放弃 会支持台湾吗 这个我们要面对的矛盾 然后来整个世界的专门 我们都会变成这个世界 这个新的议党 有法度协助吗 第二 最重要的 过去2020年的白产 最主要就是 我们中下改善的分配不够 所以造成民元素旗 我们整个超新 但是这些成果 不够中下改善 这个部分 这个新的议党 也要改善 这样 我们才有法度 替国家 提出环境 为台湾团结混乱 内阁会不会大换血 最快大年初五就会知道 博明玉姐 因为其实 昨天在苏贞昌院长 他宣布请辞之后 其实昨天晚上 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 那么院长的下一步是什么 已经有人喊到说 会不会选总统 其实喊这样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 最近有做了一个调查 在网路声量上面 最近苏贞昌的网路声量 是赢过赖清德 也赢过陈建仁 好感度也是 苏贞昌也是 跟赖清德相比 也是略胜一筹 所以依照这样子的网路声量来看 就有人说 那所以不会 苏院长也有机会 要跟赖清德 两个人来一场初选 来PK一下 蓝玉玉姐 我是认为不用那么快 帮苏院长找工作 第一个总统都还没有准词 当然我认为说 总统 虽然昨天我们得到的消息 就是说总统开始征询新的隔魁 但是事实上也许台面上 或是说总统的人选并不多 牛棚能够练头的 不是说你想要找人 人家就 你也可以找张周谋 你也可以找谁 可是人家不一定 你要看人家要不要 对 因为部阻只剩一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位置吃力不讨好 没有错 很多国民党也开始磨刀祸祸 所以我认为说 不是说总统要谁做 人家也要有意愿 而且要这个 譬如说要符合众望 所以我觉得说 第一个 总统还留有一些伏笔 包括他没有准词 如果说台面上这些人 如果大家都没有意愿的话 那你是不是最后 还要再回来找苏贞昌 这当然我认为是总统 因为总统是谈判高手 所以我认为他 还是有他的一定的考量 不然他就直接准词就好了 可是他昨天 在他的生命稿里面 还是留有一点伏笔 就是没有准词 我认为这个是总统 常年谈判的一个习惯 把它摆在后面 所以在总统没有准真的准词之前 尽管总统开始征询新的 那你何必那么快 帮苏院长找工作 那也是让他休息一下 再来 我知道说很多热心的朋友 比如说在脸书上 会拱缩苏贞昌去投入总统的初选 那第一个 要看苏贞昌有没有意愿 那再来如果说真的苏院长有意愿 挑战2024总统大位的话 其实支持的朋友会认为说 这个也不是坏事 因为民进党白就是民主政治 你有初选 大家可以各自表达理念 而不是说好像让赖清德定于一尊 因为大家都有参选 像当时蔡总统 他也是要拼连任 可是赖清德也是出来跟他拼 那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 本来每个人都有参选的一个理念 都有参选的这个资格 那再来民主党 民主进步党本来就是民主 那你谁要选 那大家就是公平办一个初选 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 我自己的结论是说 不要太快帮苏院长找工作 毕竟总统还没有准词 这个都很难说 那第二个如果说苏院长真的要选的话 那其实大家下来选 你提出你的理念 那其实大家经过公平的这个总统初选的话 我认为 其实这个对民主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乐观启程的 有良性竞争其实也不错 现在要选2024的人 其实台面上已经很多了 那普遍来讲 大家预测 有可能这个2024总统大选 也会是撒卡都 那最有可能可能就是赖清德 宏友宜跟柯文哲 来三方对决 不过这三个人 其实都各有各的难关要过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务实的认定台湾 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副总统赖清德接任民进党主席 务实认定台湾是独立国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却见缝插针 务实的台湾工作者 更是国际认证的台湾工作者 我想这是新任的赖清德主席 必须要给全民的一个答案 我还以为就是国台办在骂这个赖清德 所谓的务实就是站在 我本来就是一个已经独立的国家 这也是蔡英文总统从2016年以来 一直强调维持现状 你朱立伦在两岸定位上面你要怎么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你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一中原则 跟北京的态度是一样的吗 学者范世平也炮轰 朱立伦的指控毫无根据 只是印证国民党与中国的口径一致 沦为国台办的传声筒 相对于来因操作 AIT除了祝贺赖清德当选主席 还说期待未来的合作 促进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和利益 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晏 甚至透过媒体访问大赞 赖清德是衬头的领导者 一个好的领导者 必须对当前的这些国际事务 国际局势有所了解 对于目前国家应该走的方向 有清楚的掌握 并且愿意投入本党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总统或是赖副总统 相对之下应该都是符合 刚刚说的衬头的条件 民进党2024人选早定于一尊 就是赖清德 今年新春拜庙发红包行程 几乎全台跑透透 大年初一从清北万里出发 一路跑到大年初七 终点站在故乡台南 一共跑了五十一地 新春比蔡总统还要多 赖清德把握春节 勤跑基层 立平延续执政 2024被酸总统的人 其实各有各的难关要去解决 先来看到的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已经在礼拜三接任民进党的党主席了 当天其实赖清德发表谈话 他的两岸论述 他就说得很清楚 他就说他是务实认定 台湾也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再宣布独立的必要 未来也会持续站稳 蔡总统所提出的四个坚持 好 简而言之就是赖清德 会继承小英的路线 好 不过这样的两岸论述的主张 是被国民党放大检视 甚至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画面 朱立伦第一时间就跳出来 质疑说他觉得赖清德说了不夠清楚 可是问题是 这边我先请教一下杰明哥 问题是国民党的人 你朱立伦你好有疑 还要不要九二共识 这件事国民党到现在 还没有交代清楚 其实侯市长到现在 不管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大概都是以呵呵做事这句 就是万用的这个语句来回应媒体 那也会被人让人家觉得说 你真的是要有准备 连王洪威都说 不能所有的问题 你老是用呵呵做事来交代 你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是不是侯友宜 是不是朱立伦也通通都要交代 对于朱立伦来说 他现在做法是以公代守 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为这是他让声量 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方向 你看到最近的议题 非常有趣 比如说我们要防卫台湾 但我们不要火山布雷 那我们要防卫台湾 但是我们不要太多 我们兵役不要延长一年 那我们要防卫台湾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不需要 买进更多的武器 这是现在 你看到国民党的论述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让你背后一件事情 再仔细看 再仔细分析 你会发现一个很巧妙的事情 是说 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最近不是有一个食品 不准来台湾卖吗 那当然这个食品 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中国 禁止它的面条米粉等等 本来就不能进台湾了 但这事情被吵得很大 你看国民党一堆人就说 你看只要是逢中必返 中国的东西不准来台湾 可是话说回来 当时这个中国 来禁制我们台湾的农产品的时候 也是台湾的错 那现在台湾不让中国进口的东西 也是台湾的错 可是大家都知道吗 你知道禁止有关 所谓的这些米粉 或者是面粉类的东西 还有包括花生 不准来台湾 是马英九当时在执政的时候 在立法院这些国民党 是多数的时候 在重新决定两岸的条例的时候 做出这个决定 而这些人 你知道骂的这些人 很多就是当时 是马英九时代的立法委员 所以回头一介绍 什么错都是台湾 中国好棒棒 中国又没有错 这就是朱立伦 跟这个国民党 一贯的论调嘛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问到 侯友以后 你会说大家辛苦了 就是人家辛苦了 好 谁都辛苦 他永远没有认输 等我再谈这个侯友以后 会面对到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 对于国民党来说 那到底你对中 对美的态度是什么呢 你就讲个简单的例子 朱立伦你要不要先对付赵绍康 赵绍康说这个病疫 不要延长一年 那你到底要不要延长一年 你要不要讲清楚 你要不要支持嘛 你把话讲清楚 现在遇到赵绍康声音变大 你没有听到朱立伦 在针对延长一年病疫 他没有在讲话了 那一样的道理 当防卫台湾 如果真的进入到战争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在海外有没有布雷 你朱立伦敢讲吗 现在你看到 包括我们说的 这几个国民党资深的 包括陈玉珍等等 他们就说这东西不行的时候 我发现朱立伦没有表他意见 那问题来了 对中国来说 他当然最害怕的是 如果他的坦克车上的案的时候 被打到怎么办 那奇怪了 那朱立伦有讲吗 也没说 所以回头一件事 我就很好奇 刚才有这个 有这个民事的来宾 就说一句话说 这感觉像国台办的这个 这个传声筒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 一点都不用怀疑他 好我们再回来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讲赖清德 他务实的这个所谓的 台独工作者 这是在当时在阿扁时代 到马英九时代 因为那时候马英九时代 很多政策 他是比较亲中的 所以他在当时的态度 就说不行 我们必须捍衛 台湾的这个主权价值 所以他是一个务实的 台湾工作者 那那时候在国际间 其实对台湾的 我们看 你刚才还有发现到 访问了黄冲燕 黄冲燕有个内容很有趣 他说在过去 就是三年以前 他们找国际语情的时候 只有两张 就两张纸就结束了 但这三年每天 每天的国际语情是两本 就是内容很多 就是这几年 我们国际间 注意到台湾 而且他们不会去说ROC 他们当然说台湾 当然更不用说 美国也是这样子 只要我特别提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难过 在这个地方 像这个共和党 刚刚取得的 这个我们说的 众议院的多数席次 那新的这个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 就是议长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 众议院呢 就是我们说的众议院 要执行一个叫做 共产党的办公室 就专门对 共产党的这个议题 就要投票下去的时候 民主党跟共和党 是高票同意 要一致对付这个共产党 对 然后我们在台湾 很有趣 我们是被威胁者 自己里面的人还在乱 然后你就发现到 每次有任何政策的时候 就一堆国民党 站出来捍卫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你知道我每次看这新闻的时候 我就很难过 像你看他们昨天 在去年的时候 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 好那有关对台湾 这个五年要给这个 50亿美金的这个钱 那结果你看到 民主党投票 一点都没有输给共和党 就但是你回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多买些武器的时候 哇这中国国民党 又开始说话了 所以回到一件事 好那当然我们就回到王鸿威 我认为王鸿威 最近在争取声量了 因为他知道 其实下一次选举 他也不见得会赢 所以王鸿威完全 他自己先承认 当时韩国瑜也是他认为说 他支持韩国瑜出来选的 就没想到反弹力量这么大 他承认他错了 那既然你之前 曾经支持韩国瑜出来选 结果是错的 现在要叫侯友宜说 你赶快表态 不要担心 这是什么态度 其实王鸿威现在 所做的每件事情 其实他只是在 真媒体的一个曝光度 那你仔细听他的内容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今天你说 这个侯友宜要站出来 赶快照点表态 那也是你个人看法 侯友宜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侯友宜的问题 不是不表态的问题 侯友宜的问题是 他在论述上面 没有办法认出出 国际的一个论述点 才是他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他最近掉了 7.5个百分点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 什么叫做大国的棋子 强国棋子 我解下台湾是强国 台湾是半导体强国 台湾是电子业强国 台湾是印刷电路板强国 台湾是所谓的这个 脚踏车也是强国 我们在轮胎的全世界强国 台湾在很多产业都是强国 所以侯友宜 自贬自己台湾是强国棋子 他表示他新北市里面没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产业 在他过去12年扶持起来 是他对台湾完全不理解 我觉得最悲哀的事情是 侯友宜说不要做强国棋子 但他没有想到 这一次在沃达斯的讨论当中 讨论的都是台湾 台湾已经成为国际间在科技业的强国 这件事看在侯友宜眼光里面 他完全不能理解 我觉得这是他最悲哀的事情 现在民众常常在听国民党的明代来宾讲话 有时候会很混淆 就是不知道到底站在哪一边 到底是在替中国说话 还是在替台湾人发声呢 当朱立伦当国民党在质疑 赖清德的两岸论述的时候 国民党自己的两岸主张 可不可以让选民买单 我先请召一下韦杰议员 因为像是刚才杰明哥有讲到 其实侯友宜他有去碰触到国际问题 大概就是元旦的谈话 说台湾不可以做强国的棋子 到底强国指的是谁 后来好像就没有再解释了 所以现在大家也没有 来 韦杰议员怎么看呢 刚刚讲到九二共识的问题 我想从江启成担任主席的时候 就想要做一个路线的调整 当然党内还是在惠籍共识当中 我觉得一个党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我们也知道说台湾主流民意 或许不管说台湾主流民意 或说整个国际的局势 对中国大陆是没有这么好感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这个路线必须要调整 只是说怎么样调整 可以顾及共和国民党 过去既有的一个路线 又可以符合台湾 目前的一个主流民意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这些 长辈们一直在思考 思索 也希望说可以找出一条 这样的路 可以让我们安居乐业 但是侯市长要加快脚步 真正要算 要有一套论述 当然我想我也同意刚刚杰明哥讲的 其实侯市长他真的在民间的呼声很高 因为他很亲民 他几乎亲力亲为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的知识度一直这么高 但他确实他比较缺缺的就是 国际两岸这个区块 就是外交学分 那不管是国际跟两岸 我觉得那当然在他这四年当中 他也可能致力于 他要求他的一个相关单位 致力于很多一个城市外交 那只是说 你对于这个国际的一个论述 对于在美日 包含中国大陆这样的三方之间 你未来要如何带领台湾人民 走出一条路 我认为如果他有要走2024的大位 这是他必须或他的幕僚 必须要帮他去设定去想象的 那当然我想还是回到 这个刚刚杰明哥讲的 就是说当然就是说 到底强口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他是在讲说 台湾处在美 中 日 这三些这些国家的当中 我们不要成为某一方的一个旗子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只是说 你觉得他没有特定指哪一国 他没有特别指谁 因为以我对他来说 他本来就没有特定指谁 他只是说我们要有 自己的一条路线 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议员 常问他 你认不你是不是中华民国 其实议员说到这边 如果说其实侯市长 像你这样告诉大家 我强国没有特定指谁 其实说出来也是可以 因为后来就是没有听到 侯市长的解释 那议员我们继续 因为他要好好做事 对啊 这个部分就是重点 王宏威得也要够 他说你不能人家问你什么 老是用好好做事 做起定的时候 可怜可以 可是以后你要当总统候选人 如果只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层次来回答 我相信可能选民是不会买单的 那另外还有个问题 就是要请教这个议员的 因为像这个郭正亮他就讲了 他觉得看最近的民调 侯友宜有往下滑的趋势 就是因为拖太久了 导致大家越看越烦 越看越烦都不表态 这个韦节议员怎么看 因为侯友宜现在 还有新北市长的位置 接下来什么样对他来讲 才是成熟时机 要不要加快脚步表态 不然民众看久了会觉得很腻 其实以我对他的了解 跟我跟他的互动当中 其实他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的幕僚有没有我不知道 你说想法是选总统想法 目前没有 所以第一个 所以他永远会讲说我是市长 我做好市长的角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为什么 刚刚郭正亮为什么会提到说 我们的民调会下滑 我说真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民进党的主席已经产生了 那大家会认为说整个民进党很快 他们归队很快 他现在一月份产生主席 或许他们三月份就可以定于一尊了 但是国民党这一部分呢 我们因为目前可能表态的人很多 我们还要整合 还要等民调 要不要初选 还是要征召 我认为可能是支持者 在这方面他觉得说 那没关系 那你至少是党中央 还是你侯友宜跟党中央 还是说朱主席 你的党中央跟这些有意 蓝营有意参选 也赶快下去整合 才有机会跟民进党的候选人来做比拼 这是第二个 所以我会觉得民调下滑 大家一直觉得说 你们能不能快一点 民进党速度都很快 为什么我们永远慢人家一拍 但我觉得这不是只有这个问题 还有就像 那到底侯友宜如果他参选总统 有没有落跑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他 不管是党中央或是侯市长 他自己都要去面对的 所以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摸索出一条 可以让大家都能幸福的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落跑的问题 来请教一下明玉姐 因为自己本身就落跑去选立委的王洪威 今天有说 他说侯友宜够强的时候 希望党内就不要用落跑去卡侯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侯友宜到底什么时候要表态 因为国民党现在陷入了一个两难 到底是要征召还是要初选 来侯友宜什么时机点 要快说 来明玉姐 坦白讲 我就是说用友台的一个民调 TVBS的一个民调来看 就是说他是把侯友宜或者是郭台敏 不管谁出来选都可以赢过赖清德 那当然这是有机构效应 可是我们看的不是说他赢赖清德的数字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意义是说 我觉得T台这个民调蛮故意的 就是要跟侯友宜讲说 今天不是只有你 郭台铭出来也是可以赢赖清德 那个民调他跟郭台铭是完全一样的 同登同分 我记得印象没错 34比28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侯友宜来讲是一个警讯 也就是说有台做的民调 认为说郭台铭今天出来跟你是同登同分 所以不是非你不可 没错 那再加上最近包括宣明志这些人 都一直在大力推郭朱佩 那当然我认为宣明志 因为他是郭台铭的好朋友 他可能帮他推波助澜 有些人会认为说宣明志一定在整校 这个郭台铭到底要不要选 都还不晓得 可是如果说这样子 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这个风在一直吹之下 那再加上我知道说朱立伦 现在已经频频在跟郭台铭招手 希望他可以回国民党 所以对侯友宜来讲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我还是要对那个厚厚做事 我最近有点意见 就是说我有跟国民党 我是所重量级的立委 我们在私底下聊天 他其实自己都会开玩笑讲说 反正你现在不管问什么 你就厚厚做事就好了 但是他这个话是嘲讽的意味 比如说这个已经不是民进党 在见风插针说 你什么都厚厚做事 两岸也厚厚做事 国际也厚厚做事 这是他们自己国民党内的人 也看不下去 就觉得说你侯友宜好像 你厚厚做事 你这个论调是代表说 其实你没有内涵 你什么都不懂 你讲不出来 所以你用这个五个字万用 到最后我提醒侯友宜讲说 你这个会变成韩国瑜2.0 变成说前进来 高雄发大财 类似像这样子的口号 变成你的口号 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 我觉得这对侯友宜来讲 这都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现在对韦杰会讲说 他认为侯友宜没有要选 这我是非常的讶异 因为如果侯友宜没有要选的话 他那个新春谈话 我们之前都已经讨论过好多次 他是找苏琪来操刀 再加上又有传书说 他要去访新加坡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没有要选的话 你为什么要开始做这么多 嗜水温的动作 坦白讲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是不是又回到国民党 虽然大家说他很不像国民党 可是你现在所在的动作 就是要大家拿万人大教去抬你出来 就拜托你 我不要选 我不要选 你就是又走回了韩国瑜的老路 希望大家好像被动式征召 被动式怎样怎样 要重心拱越 对 因为大家已经觉得 侯友宜已经醉不像国民党 没想到你现在的政治众多 你还是又回到国民党的老路了 所以我还是要奉劝侯友宜 你要不要选 你就直接赶快就直接讲 那你对于 因为现在他们党内已经有人表态 现在不是说完全没人表态 国民党已经有张亚中跟赵绍康说他要选了 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要初选的话是势在必行 因为不可能侯友宜 不可能朱立伦说 好像又在侧风向 我不办初选 可是因为是已经有人说要选了 那如果朱立伦你胆敢去没收 你说你不办初选的话 我觉得张亚中这些人都不是吃素的 一定会跳脚的啦 一定会出来抗议啦 所以我会觉得说侯友宜还是会陷入一个恶斗当中 这一句 好 简单补充一下 刚刚米姐讲到新加坡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新闻 我们很多议员都去市府说 我们都要跟 他说没有 我们没有安排这个行程 所以市府的说法是说 根本就没有新加坡的安排 但这个讯息到底哪里出来 说真的我们也搞不清楚 就要跑到美国去了 他说我们很多议员说 市长要去新加坡 好 我们要去 我们去问 他说没有这个安排 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放了这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不知道 可能米英姐比我还认识侯市长 好 来 这个韦杰议员替侯市长澄清 说没有要去新加坡 来 不过这个宅哥 话说回来 其实大家都对于好好做事情 这一句 其实大家可能连观众朋友听了都会背了 未来如果真的要打总统大选 这五个字 还有办法将一路打到2024吗 其实我们已经在 你两个星期有讨论过 侯友宜在一月一号 他说两句话 原先来说 一个是说 这个 中法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处 它是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 我今天又跟大家分析 他历史来看 国民党已经没有路线 因为一个十三 他们一堆人去拜四季的中京国 中京国的路线 现在国民党路线是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不用在那里说 所以朱立伦在在说 用这个 中国国民党的路线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说 他没有论述 他的论述 他的论述 就是马英九的论述 他的论述 他的论述 就是苏旗的论述 这是第二点 好 我们现在来说中法民国 我们现在来说 什么叫做务实的态度 其实 有这个关键 只要你不接受 中国国民党的结婚统帝 都是台独 都是台独 是怎样来说 很简单 他这句话 他1986年 中京国要挑起前前说一句话 说 我在台湾住了四十年了 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也是台湾人 这句话叫商定国家民党 现在这句话 在台湾国家民党里面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欢迎到政治上来说 就是两岸一家亲 所以想让柯文哲可以有20% 想让柯文哲可以继续騙 就是因为政府建国这句话 想让柯文哲 跟国民党有矛盾 想让郭台湾有矛盾 就是这句话 这是第四点 第三点 再来 中法民国有变法 因为我们刚才说 美国的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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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 四个七十 台湾关系 他一直在变动 一直在变动 这个变动的完结胜 就是 不要发行战争 所以 中法民国 已经在台湾关系 一直在变强 把这个带名词 hub 最多的是台湾 但是1995年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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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ray 李定夀开始 共產民國台灣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都是公義的台狀 所以政府的台狀是什麼 政府的台狀就是 救台灣拚經濟 面對中國共產黨的侵入 都是我們的敵人 不管是瑞保還是華保 什麼叫做務實的態度 務實的態度就是救台灣 救台灣拚經濟 讓我們台灣的主權 滿台存在於我們這個 國家環境 接著務實的態度